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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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他当然是benefit tomorrow的共同创办人 他还戴了好几顶另外的帽子 请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不敢当 谢谢 是的 我在美国三十多年 一直在半导体界工作 工程师 对 工程师起家的 除了在半导体界工作以外 那我们2010年 由你刚刚介绍的 我们成立了这个benefit tomorrow 就是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那同时我也是玉山 这个全球玉山的副理事长 在2015年2016年 我是美西玉山的理事长 是的 是的 那两届的美西的玉山办的活动 的确是风生水起 那我也非常荣幸的 被这个组织被玉山邀请 做了两届的主持人 非常非常的光荣 那希望我们都心里面 心怀社会 但是也注重传承 那也希望我们在美国 已经好多年 几十年的华人朋友 可以帮忙现在的新移民 或者现在的people in need 对 那当然这个成立七年来 就是有很多的贵人帮忙 大家都非常的support我们 才能让我们的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那就像是周乐林 你也是亲身的在这个帮助我们 那在地方上面 除了美国主流社会的 像参议员 中议员 他们的帮忙以外 另外马处长 他也是有在帮助我们 参加我们的活动 台北经文处 台北经文处 是的 其实我看到你们不停的除了自己的本业之外 也在involve其他社区的很多很多的活动 所以说是你帮谁谁就帮你 这个真的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foundation 他们都有自己的mission 你们认为你们的帮忙社区 你们的mission是要帮忙哪一些的方方面面呢 是的 因为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 其实构想很简单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主要是发奖学金 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培养下一代的华裔青年 作为未来的领袖的人才 那我们当初support的单位 多半都是有跟教育有关系的 譬如说像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我知道那个组织 他们训练年轻的优秀的华人的后代 可以到华盛顿去学习 是的 是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两年以后 我们就接触就越来越广 因为发现这个社会上可以 需要被重视的时代很多事情 我们就逐渐的把我们的宗旨 扩充到关怀社会 就是humanity这一块 尤其是我是做半导体的 做high tag 看到半导体在过去这些年来 突飞猛进 那大家最近都很讲很热门的话题 譬如说AI 还有这些新的科技的发展 人们会产生一些怀疑 就是未来这个社会到底人们可不可以控制 还是说机器控制的人类 那这就更加显著了 这个社会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心 humanity的development 因为要未来的社会和谐的话 事实上humanity的advance 它的improvement 需要快过于这个所谓的AI 科技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未来才能够更和平 才能更美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跟高科技你的专业有关了 因为AI现在几乎每一个演讲会 每一个专业人员都在讨论 可是AI科技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呢 其实某一些部分是可以的 某一些涉及伦理啦 道德方面呢是不可以取代的 是的 那您说在这个humanity方面 那2017年在这方面 有没有特别的做了哪一些活动呢 演讲啦之类的呢 有的有的 像我们在这个humanity这块的话 我们事实上就做 譬如说我们做了一个中风的预防讲座 那我们也请了王乐宜女士 是是 她是这个 眨眼女王 眨眼女王 她来讲她的亲身的经历 介绍她给所有的朋友们 是 那我们这个中风讲座 还请了Stanford有名的脑神经的 这个外科医生 Dr. We Do 那她也给了一个专门的speech 那我们还请了这个脑神经的 这个语言治疗这方面的虚敌 那她也给了一非常 驚迫的一个讲解 在最近办的一场座谈会 您做这个opening remark的时候 您说您现在有更大的宏愿 不但可以出力也可以出钱 帮助一些其他的组织 来达到他们想要帮助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很好 因为你已经跨出去了 然后他们的触角 也许是现在你们还没有碰到的 那经过了他们 你们就可以更深入的帮助到一些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真正很需要帮忙的人 以后说不定拓展到非Chinese 在其他族裔的人也可以受到benefit 对不对? 是的 实际上我们以前也做过 譬如说我们赞助的一些个组织 事实上并不见得一定是华人的组织 像我们也有送过这个meal on the wheel 它是专门送食物给这些个单独的老人家里 那他们同时会check这些老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譬如说他有没有来开门 或者人生病的在屋子里面没有人应门 他们都会特别的去关心 那我们这个在教育方面当然也是做了很多 像今年我们比较盛大的一个活动的话 是跟这个世界日报跟哥人比亚大学的商学院 我们共同主办的一个叫做青年的模拟创业竞赛 这是给这个中学生的 中学生 High School Student 那这个节目也办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有大概超过二十几队的队伍来参加 那参加最后的比赛 因为他从筛选到最后的比赛 在这个圣诞克拉举行 那这个优胜的这个队伍呢 不但有奖学金有奖牌 而且他们还有机会去哥人比亚大学商学院 去进修一些有关创业方面的课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实在非常高兴看到在社区里面 有一些除了自己本身的工作要顾到的 但是他还行之有余力的可以帮助上社会 对各个阶层的人需要的人 不管是生病的啦 或者是在教育方面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门事情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我们非常感谢Benefit Tomorrow 现在呢还是在第七年 还是可以继续的茁壮 那么我们还有Chapter 2 就是留到12月的16号 我们再来播出 那仔细的看一看 在今年还有办哪些事情 还有2018年有什么大的计划 谢谢C1 好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娱乐漫谈到此全部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在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разг 点赞 订阅 稍好 highness�� feared